居然有人催根柯南主题甜品 弃而不舍催根了大半年 那到底要做一点什么样的甜品 才能不负这份期望呢 我准备把小兰和新一的樱花胸牌 做成马卡龙 小兰和新一直接做成小蛋糕 阿丽博士这个头做个小面包 A药做成软心巧克力 再放到一个铁盒子里 还原动画里的药丸 还有三个小黑人的杯子蛋糕 积德的帽子做成慕斯 会人爱最喜欢的蓝莓花生酱三明治 我给她印个小爱的头像 小兰 新一还有园子 在幼儿园就是同班同学 幼儿园的每个小孩胸前 都会带一个樱花胸牌 我今天要把这个樱花胸牌 做成马卡龙 这个白色的位置是要写名字的 当初是毛利小五郎 一脚把小兰的塑料樱花胸牌 给踩烂了 小兰在幼儿园哭着 折纸樱花胸牌的时候 正好被新一看到了 新一还在小兰的面前推理了一番 那小脸一红 简直就是一见钟情 三个幼儿园的好朋友 内馅我加了自己熬的树莓果酱 再来点雪莉酒 增加一些风味 把樱花胸牌 马卡龙组装起来 APTX4869这个药 其实是个毒药 运气不好的人吃了这个药就会 运气好的人吃了这个药就会 返老还童 A药的版本也是在推进的 今天这版是柠檬软心巧克力味 TV版第一集 新一不是被勤酒大叔给了一闷棍 然后灌了这个药吗 于是这个场景在每年的剧场版里 必定被重播一次 一年挨一滚 一年吃一次A药 心里真的太惨了 APTX48692023版出货 副作用未知 我还专门买了个铁盒子 放一块巧克力海绵蛋糕 模仿盒子里的海绵 掏出每个药丸放置的位置 把每一颗APTX4869药丸 放到巧克力海绵蛋糕里 倒霉的小鬼 就拿你当试验品吧 你们有没有觉得 阿丽博士这个脑袋 真的太适合做成小面包了 不过我这个手持电动打蛋器 要把面团打出膜 真的挺难的 就这样吧 再打机器到冒烟了 放到烤箱里发酵 现在把面团拿出来 排气 阿丽博士的头 首先是一个球 他的头发 也像很多小球组合的 还有两条大浓眉 又大又圆的鼻子 还有非常饱满的胡子 博士 你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阿丽博士是新一家的邻居 新一变小成柯南后 第一个投奔的人就是博士 辉元I也是阿丽博士收留的 博士简直成了A药儿童的保护伞 是啊是啊 小I不在 博士你今天可以多吃点 没看明白吗 我们再切一个 太丰富了 生菜都没地方放了 你给我吃 新兰CP的嘉欣小蛋糕 软软的蛋糕搭配甜甜的草莓奶油 不过甜品也没有这对小情侣甜 TV版目前更新到1132集 剧场版也出了25部 能找的糖太多了 在幼儿园新一就对小兰一见钟情 变成柯南后几乎每天都陪在小兰身边 为了保护小兰 一直艰难地守护着柯南的身份 小兰有危险 她会又着急又害怕 意外收到小兰的泳装照 她会口是心非地点保存 而且超级爱吃素 新兰的世纪之吻 还创造了柯南收视率最高的一集 除了主角团 出厂率最高的就是小黑人了 先裁一点小黑人的饼干 顺便把蝴蝶结也裁了 蝴蝶结饼干铺上红色的糖霜 蝴蝶结变身器 应该是柯南使用率最高的装备了吧 变身毛利小五郎 变身宫腾心一 只需要调节档位就可以了 背面粘上一个饼干的小挂钩 把它挂到杯口 完美的柯南配色 小黑人呢 先用黑色的糖霜给它打个底 然后紫色的高光 灵魂眼白 点睛之笔 烤一点杯子蛋糕 呼呼呼细腻的面糊 小时候看柯南 一到有小黑人的地方就怕得不行 都害怕自己家里藏了一个小黑人 现在看小黑 居然觉得还挺可爱的 哇 怎么吐了 面糊挤太多了 重新烤一盘 漂亮 挤上原味奶油霜 插上小黑人饼干 是那个熟悉的感觉 我要把怪盗基德的帽子 做成一个蓝莓夹心的红茶慕斯 蓝莓果泥里加一点勤酒 增添风味 勤酒大叔和基德的一次碰撞 基德是一身白西装 内搭蓝色衬衫 还有他高达25厘米的帽子 所以我做一个蓝莓内向的红茶慕斯 淋一个白色淋面 做成他帽子的形状 其实怪盗基德是作为客串角色 进入名侦探柯南的 在隔壁他可是男主角 一个酷爱女装的男主角 在柯南79集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就扮成了小蓝 后来还扮过女仆 雪莉 圆子 还有老太太 基德的帽体就做好了 帽子上还有一圈蓝色的丝带 用蓝色的巧克力做一个围边 白色的巧克力做他的帽颜 怪盗基德的名字也是有出处的 原本叫怪盗1412号 结果龚腾新衣的父亲龚腾幽作 把1412号写得太潦草了 被误读成了K的 先把巧克力帽盐沾到饼干底托上 我可太喜欢托膜慕斯了 淋上白色的巧克力甘纳雪淋面 做了4个慕斯 就只有这一个帽子淋出来好看 惠元爱最喜欢吃的三明治上面 给他印上惠元爱的脑袋 用锡纸辅助烤出了小爱的头发 剩下的就交给可食用色素笔 小爱说了 一层蓝莓酱一层花生酱的三明治 博士看了都会流口水 我改良了一下做法 中间多加了一层面包 这样层次更丰富 切面也更好看 哇好可爱呀 为了今天柯南主题下午茶的整体搭配 我还要做个道具 这是小蓝送给新衣的情人节巧克力 但是小蓝最后没有送出去 柯南趁小蓝睡着的时候把巧克力给吃了 所以到最后我也不知道那个巧克力长什么样 只记住了这个包装盒 为了这次的主题 我妈还特意帮我做了两个可爱的杯垫 柯南主题下午茶 有须